嗨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禮拜的GNN這張馮霍恩海姆 那這張卡要怎麼拿呢 在3月23號禮拜一的時候呢 會開一個叫做魚者的前進的關卡 那這關卡就是用來蒐集元獸血精 那就是要用元獸血精去換這張霍恩海姆 那在3月23的時候會出現一個研究所地區 他說全新的 所以不是左上角那個古神遺跡 也不是右上角那個飛龍 看起來是這樣子 然後亞里斯羅德跟哥白尼會準備一個 希望之路的挑戰關卡 那這關卡分為這個Normal一般跟困難的難度 那每次挑戰成功可以拿到一顆元獸血精 那只要在關卡中遇到亂路出現的 庫拉多尼還有恩維這3次 就可以解鎖S刷關卡一次 所以他這邊寫說解鎖一次 所以等於是一定要遇到3次才能解鎖一次 不是說解鎖 不是說遇到3次之後就可以無限打 感覺是這樣子 那就是遇到3次之後打一次這樣子 那平常打這個一般跟困難的難度就是拿1顆 打過就是拿1顆 那通關這個Extra關卡一次可以拿3顆這樣子 那只要第一次通過希望之路 這個困難的難度就可以拿到10顆 那再來的話要換到這個霍恩海姆的話 一次是2顆 一次是2顆可以換1張這樣子 那看來並沒有一次送 直接送給你計7或者是計10的 好像是要從頭開始練的樣子 那另外這個元獸血精如果說你已經練滿了之後 你可以拿這個多餘的血精去換其他的獎賞 比如說人面怪鳥、雲風頭啊 然後愛德華、艾力克1%大獎的動態造型 也是用這個元獸血精去換 所以下禮拜大家記得去打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張霍恩海姆的技能 那這個元獸血精好像是要去行商要塞換這樣子 好這張霍恩海姆它是光的人類 又是光的人類 那CD是9我覺得有點9 那將所有的符石轉強化 這個有點像照相機 或者是像那個CO的技能 不過除了轉強化以外 照相機是單純增傷嘛 然後CO是會在天降就是複製版面這樣子 那霍恩海姆的話是一回合二消 不過他是光人的話就是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最近剛好出那個項羽嘛 不過這個項羽當然是比較有 也不是說每個人都有嘛 然後他是 項羽是首批一消 他是首批二消這樣子 算是下位版的項羽啦 不過他比項羽好的地方是他會轉強化 他項羽開的技能會還原版面嘛 就是變成一般符石 所以各有所長啦 然後再來的話 所有成員隊神跟魔目標攻擊力額外三倍 所以打神魔這張就非常的強 額外三倍的增傷是全對的 然後又首批二消 所以我覺得這張免費卡 以免費卡來說 我覺得他是非常值得 入手的一張卡 好那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官方實戰 官方實戰的話 是放在這個 阿爾逢斯的隊伍裡面 因為阿爾逢斯可以放機械組 也可以放人類嘛 那剛好可以放這張去加combo 我們直接快轉好了 快轉到拉開技能 好這邊 那如果說像這種隊伍啊 他需要一個 打一個高combo的盾的時候呢 可以用這個 霍恩海姆 去做一個高combo 因為二消嘛 比較容易高combo 然後二消其實也 有時候也是蠻好解盾的 有用過阿克亞的那個 主動技就知道了 有時候也是會用他來當作 隊員來解盾 有時候遇到什麼 X型燃燒阿這種的 那二消的技能在這個時候 就很好用 所以蠻推薦大家 這張卡可以把它練滿的 好遇到一些版面 很多干擾的珠子的時候 二消就是你的好朋友 好那這個就是 這個霍恩海姆的實戰 請大家記得去換喔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右下角按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